很明顯的老虎嘴巴裡面咬的東西 就是剛剛那位王子的內褲吧 但是 剛剛那位王子屁股後面的破洞 就只有褲子的部分 而且他的內褲是完好的欸 那老虎嘴巴裡面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歡迎回到 關於動畫還有電影裡面的有趣小BUG 真的是 前陣子我們做了體育博士2 還有三代蜘蛛人 跟可愛的小小兵的BUG 那今天我們來看看 在迪士尼的動畫裡面 除了去年我們講過的冰雪奇緣裡面 發生的靈異事件之外 在其他部動畫裡面 還有哪些不太合理的小錯誤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Holy Share就是 9個看100次也不會發現的 迪士尼凸垂時刻 欸? 學歷偵探拿錯了 我的放大鏡呢 好了 上班啦 在念開的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 漫威跟迪士尼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日常生活分享喔 好啦 那第一個 我們就先來看看 一上映就爆紅的青春養成劑 在動畫一開始的時候 美美的媽媽 就要她過來燒香拜拜 然後她就從神桌上抓了幾根箱 然後熟練的拖出兩張墊子 然後這樣就打火機點箱 不過 剛剛這一段 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小錯誤呢 美美的媽媽 從神桌上拿起了四柱箱 然後點完箱之後 就把三柱拿給了美美 但是 為什麼媽媽的手上還有三隻箱呢 為什麼呢 原來媽媽除了會變成紅熊貓之外 還有會讓東西變多了魔法啊 該不會美美的成績 也是讓媽媽變出來的吧 這原本是10分跟C加 哈哈哈哈 說到把東西變多的魔法 有一個程式也可以讓你把東西變多 很棒吧 今天就來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個 免費的多開神器 讓你可以用PC電腦玩手遊的 夜神模擬器 不管是手遊或是應用程式 都可以透過夜神 下載安裝到電腦上面 就是在電腦上玩手遊的意思哦 像是說最近推出的 RO仙記傳說 艾如初見手遊 就超級適合用電腦玩的 除了可以看到精緻的遊戲畫面之外 還可以透過鍵盤 滑鼠跟手把操作 而且現在iPhone用戶也不用擔心 綁定Facebook帳號 也可以在Windows上面玩 而且還支援手把哦 重點是我覺得平常玩手機 真的很容易過熱 然後又很耗電 真的很傷手機 而且如果伺服器人過多的時候 還要把顯示的人數調少 不然就會很lag耶 還有一個我覺得用電腦玩的好處就是 比如說你在打字的時候 用鍵盤就會覺得 啊好順暢 可是如果你是拿手機那個橫的鍵盤 真是很難按你知道嗎 如果是要掛機啊 練等打小怪之類的 用夜神模擬器 就不會有手機過熱的問題啦 而且上班也可以偷玩遊戲哦 因為它有一個老板鍵 可以一鍵切換到上班模式 而且我還發現它有一個多開氣功能 想要開多少個遊戲一起掛網 或是開RO的小號分身掛素材 都可以哦 還可以根據遊戲需要 設定模擬器的效能 如果你是喜歡玩手遊啊 掛機或是濃素材的朋友 可以點下面資訊欄連結 免費下載夜神模擬器 而且年底還會推出安卓12版本 更強的安卓引擎效能更好哦 那我們回到青春養成績 那在這部動畫裡面 美美到了登大郎的年紀 所以需要通過神奇的儀式 來封鎖他內心的紅熊貓 他的媽媽跟阿姨們 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也都有做過這件事情 但因為這個儀式很困難 也只有一次機會可以趕走他 如果失敗了 就永遠要跟體內的紅熊貓共處 想趕走他只有一次機會 你絕對不能失敗 但是JOTO MADE 如果你是有看過這部動畫的朋友 你沒有發現一個小BUG嗎 因為在後面 媽媽變成巨大的紅熊貓之後 阿姨們為了要控制住他 所以也一起變成紅熊貓 然後之後又一起進行了封印儀式 照理來說 他們小時候就已經封印過一次了 那為什麼這一次又可以再封印一次呢 問編劇 結果發現根本是Fulltown的功勞 因為他那個圓圈本來快失效了 然後是因為Fulltown那幾個帥哥 用閃亮的歌聲開始現場演唱 才成功了畫出新的圈圈啊 其實我每次看這一段我就覺得 雞皮疙瘩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一方面是覺得 好感動音樂好好聽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覺得 哈囉 那個Fulltown的保鏢到底躲去哪裡了 都怕成這種意外了 然後還讓一人在那邊唱歌啊 好啦那接下來是路卡的夏天的小霸哥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路卡他們碰到水的時候 就會變回海怪 身上只要乾掉就會變成人類 像是說在茱莉亞家裡 路卡追著水噴到艾伯托身上 他就圓形碧露 然後這邊路卡很緊張的花了一點時間 才隨意讓艾伯托變成人類 還有在船上艾伯托碰到水的時候 路卡又有幫他弄乾 -Burso? -你還好嗎? -嗯 -我們還好 但是在這個畫面 他們兩個怎麼有辦法跳出水面之後 就秒變成人類了呢 為什麼 呱呱 到底那邊太陽是有多大 才可以這樣一秒快乾啊 -問太陽 好下一個一樣也是 路卡的夏天裡面的小BUG 在動畫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看到路卡跟一堆可愛的妹妹魚在一塊 之後媽媽為了要保護路卡 不讓他受到人類的威脅 所以又特地請來了住在深海的叔叔到他們家 想要讓路卡跟著叔叔到身手不見五指的深海生活 但是因為叔叔是來自深海的魚類 所以只要到前海一點的地方就很容易缺氧甚至死掉 - - - 相信這位叔叔是有練過的 不然他一下到深海然後一下到前海 這樣子一下就死了吧 不過如果你們有看到結尾的彩蛋的話 這邊就可以發現 為什麼這隻妹妹魚會出現在深海 而且還安然無恙呢 -問叔叔 這隻妹妹魚感覺是就是開頭一直想要逃離路卡的那隻魚的好朋友 -你也想要逃離你的兄弟跟RICO嗎 -因為我給你聽說 -他就死了 -他就在那邊看到世界 他就跑到深海深灶了耶 他沒有死 好啦那下一個我們來看看 玩具總動員裡面的巴斯光年 巴斯這認為是一位勇敢的太空奇景 也接受過了高級武術的訓練 而且還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個玩具 -我是Buzz Lightyear 空洞員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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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既然他真的相信自己不是玩具 那為什麼只要有人進到房間 還會跟著其他玩具一樣瞬間僵硬呢 這好好笑 我每次想到那個有人進房間 然後玩具就瞬間僵硬然後倒掉的樣子 結果想到那個暈倒羊 這超可愛的 他們就很常嚇到全身僵硬然後倒在地上 是一個很神奇的動物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阿拉丁 在動畫裡面莫莉公主養了一隻老虎叫做樂雅 然後有一幕是一位王子生氣的離開宮殿 -我從來沒有這麼誇張 -你不會離開這麼快嗎 -好幸運跟她結婚 然後蘇丹國王看到之後就急衝衝的去找莫莉 結果卻被老虎擋住他的視線 -很誇張的老虎 很明顯的老虎嘴巴裡面咬的東西 就是剛剛那位王子的內褲吧 不過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剛剛那位王子屁股後面的破洞 就只有褲子的部分 而且他的內褲是完好的耶 那老虎嘴巴裡面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運動畫師 說不定那個王子穿了兩件一樣的內褲 或是他又拿了一件想要跟莫莉公主一起穿 -誒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穿 -你跟我一起穿的話 -你就可以帶給我 好那下一個我們來看到獅子王裡面 -娜娜跟星巴相遇的片段 有一天蓬蓬跟迪曼在叢林裡面開心的唱歌 完全沒有注意到遠方有東西在注視著他們 直到草叢裡的老虎衝出來 蓬蓬在拔腿狂奔 最後卡住差點被吃掉的時候 星巴就跳了出來拯救他們 然後打了幾下之後才發現 原來對方就是自己的兒時玩伴娜娜 -娜娜? -是你真的嗎? -你是誰嗎? 那你們在這一整段有沒有發現什麼小小bug呢? 一開始娜娜躲在草叢裡面的時候 她的眼睛是綠色的 但是呢在這之後 她的眼睛都變成藍綠色的囉 果然這種小小的錯誤 也逃不過雪蝶在她的眼睛啦 不過呢我覺得說不定有可能是因為 躲在草叢那邊的塗層剛好順序沒有用好 所以有一部分的草的影子啊 或是什麼黃色的東西蓋住她的眼睛 所以就是藍色加黃色然後就變綠色了 -她真是個天才 好啦下一個我們來看看代富從軍的花木蘭 當軍隊們在雪地中走到一半的時候 花木蘭拉的馬車就意外射出了一發炮彈 跟敵軍透露現在的位置 所以殘餘大軍就開始從遠方攻擊他們 還射中了載了火焰的馬車 這時木蘭為了要拯救她的馬 所以就用劍砍斷了連接處 騎向小馬離開 -! -! -! 那剛剛這一段你有發現什麼錯誤嗎 就是在花木蘭騎上馬的時候 手上是拿著刀 但是呢下一秒爆炸之後 'BAN BAN BAN' 刀子瞬間插進刀鞘了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 為動畫師 而且我有發現上馬之前刀鞘還在 但是上馬之後刀鞘就不見聰明了耶 就是會不會他一上馬就這樣往上拋 然後就騎的時候就這樣 插插進去 有沒有那麼帥 -並沒有 好啦 那下一個我們來看看超級可愛的杯面 大英雄天團 這大英雄天團剛開始的時候 弟弟阿廣跑去參加街頭機器人格鬥大賽 然後因為需要報名費才可以參加比賽 所以他就從口袋裡面抓出了一把皺皺的錢 放進小鍋子裡面 - 準備好你的BOT ZERO - 那在第一輪比賽阿廣還故意輸給人家 所以他會加碼放了一疊錢進去 要求第二場比賽 結果第二場比賽直接開外掛 兩三下就把對方的機器人打爆 然後在阿廣贏了比賽之後 就囂張又帥氣的拿著錢離開 不過呢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阿廣拿錢的時候 一開始那一坨皺皺的鈔票怎麼不見了呢 - 滾鍋子 說不定那個鍋子這個鍋蓋一蓋起來 就有那個燙停的功能 這個東西很適合就是 很愛把錢塞在口袋裡面的那個男生 就是每次回家一拿出來放在鍋子裡面 然後蓋起來 隔天就是一張新的鈔票 - 不要下班好嗎 好啦今天沾海雪梨就分享到這邊 有時候動畫中為了要呈現好的視覺效果 就會捨去一些不影響劇情的小BUG 那都是一種可容許的小錯誤 大家輕鬆看待就好了啦 不知道你們還有發現哪一部動畫的BUG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喜歡這影片也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點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還有暈倒羊 我來跟大家分享暈倒羊的故事 就是我剛剛不是有說那個暈倒羊 嚇到之後就會全身僵硬然後跌倒嗎 那他們這種生物呢 就是患有先天性的肌肉強殖症 就是他們的肌肉只要一出力就會變僵硬 沒有辦法像正常的瞬間放鬆 所以他們只要一下到或是一出力 就會馬上僵掉 然後就啊倒在地上 然後過幾秒才會回復 然後聽說一天會發生大概十次左右吧 然後有時候甚至連他們自己在草地上玩的時候 也會很常不小心玩太high 就啊硬掉 嗨大家 有機會就是遇到這種羊的話 如果倒在你面前就不要嚇到 因為他們就是這種先天性疾病的羊 他們只是不小心肌肉太用力了而已 不要嚇到好嗎 他們叫暈倒羊 很可愛耶那個名字 他感覺是那種 提若多病的小羊羊 就是啊 遇到什麼事就寫暈倒 那如果那個羊要幫我的影片按讚 硬掉 要按的順利又硬掉 好啦這就是陰不打羊的故事 再見 雪莉政壇下班啦 還我臭臭你 是什麼東西 什麼啦 還我臭臭你